你屁股后面你还不耐烦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长大了 我觉得你们都好幸福啊 我的哥哥从来都不理我的 你也有哥哥 对 我也有哥哥 我哥比我大两岁 比如说我们一起骑车去学校 我经常骑着骑着 突然过去那个是我哥 我想跟他打招呼 演员他也好像 他看见我就像没看见我一样 我在说好沮丧啊 然后但是如果说有一天 比如说你在学校门口 遇到了什么事情 有人欺负你 对 然后别人就会告诉我哥哥的时候 我哥就会带着他的同学 送下来 涛 你没事吧 我就觉得平时 就很酷的那种你知道吗 平时他觉得不屑 跟你们这些女孩子玩 但是呢当真要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哥哥是第一时间出来的 一定是